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童心向党读热词 什么是国家软实力 黑龙江全面延后中小学生早晨到校时间 奥林匹克教育将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 元宵节赏花灯 贵州灯笼亮起来 新闻代代库开心聊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岳姐姐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今天是正月十五 杜岳姐姐在这里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 童心向党读热词 我们在谈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 往往会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多高 军事力量有多强大 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衡量指标 比如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指出 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今天童心向党读热词的小板报 杜岳姐姐就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理解什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 一般被称为硬实力 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 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 一般被称为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国家文化的影响力 凝聚力和感召力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举措 只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才能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 才能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 才能同心协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份的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同学们来说 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为弘扬中国文化贡献力量 国家文化软实力实际上就是讲文化实力 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内容 我们要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形象走向未来 教育就从娃娃抓起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前不久发布方案 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 要求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支持每个乡镇至少办好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大村独立建员 小村联合办员或设分员 一开学各地的教育部门出台了不少新的政策 为的就是让同学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波开学前黑龙江省决定 从新学期开学起 黑龙江全省小学生初中生早晨到校时间 全省统一推迟到早上8点钟 高中生早晨到校时间 全省统一推迟到早上7点30分 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于松瑞 以前早上7点10分就要到校 他每天最犯愁的事就是早上6点就得起床 特别是冬季 早上天还没亮 就要收拾好书包和爸爸妈妈出门了 有的时候我起来的晚就吃不上早饭了 爸爸妈妈就买一些包子 给我在路标吃一口就去上学 依据国家教育部的相关规定 应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 初中生9小时 高中生8小时 而从实际调查摸底情况来看 黑龙江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 平均9小时 初中生8小时 高中生只有6个半小时 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时间 起床困难 睡眠不足 早饭时间不够用 几乎是困扰每个中小学生家长的问题 执行新的中小学生早晨到校时间标准后 中小学生到校时间较之前 普遍延后了30到40分钟 我感觉还挺惊喜的 时间调的真很好 早晨孩子睡眠能多一个小时 我们当老人的做饭也不用起早了 高兴 走的高兴 就是可以每天晚起一会儿了 然后晚上的睡眠指导应该有可能提高吧 作息时间有了新改变 同学们就能用更好的状态投入学习 而教学的内容有改变 可以让同学们的知识拓展到更宽的领域 这个改变就是奥林匹克教育将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 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与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冬奥组委共同制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 明确全国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 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体育课程 德育活动等方式开展奥林匹克主题教育 计划中特别提出 要鼓励各地方开设冰雪运动的特色学校 2020年 全国冰雪运动的特色学校将达到2000所 2025年增加到5000所 让孩子们在学习中体验冰雪的乐趣 奥林匹克教育将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 同学们 那下面咱们就赶快来增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知识点吧 最近 东京奥组委公布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的评选结果 使用了日本传统图案 同时 颇具未来感的一号方案最终胜出 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 奥运吉祥物投票从2017年12月开始 历经大约三个月 由650万小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投票 最终使用了日本传统图案 同时又颇具未来感的一号方案 获得了将近11万张投票 从入围的三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吉祥物的设计者和专家将为其命名 并将于今年7、8月份对外公布 据东京奥组委表示 这一次吉祥物的投票群体 特意选择了小学生 是为了让孩子从小就能参与到奥运会当中来 元宵节到了 大家的家乡也有不少的民俗庆祝活动 花灯庙会是正月十五传统的娱乐欢庆形式之一 无论南方北方 自古以来就有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 正在举行的贵阳观山湖灯会庙市 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 今年的贵阳观山湖灯会庙市 还有这个布鱼竹年 我们要让这些活动融入到我们的灯会庙市之中 与此同时 庙市庙街汇聚了各个少数民族 以及世界各地的几百种美食 游客可以在观赏花灯的同时 品尝美食 感受浓浓的年味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波兰乘风滑冰 强劲寒流袭击欧洲 风雪天野乐融融 男子玩悠悠球 企鹅当观众 休息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库 帆船比赛大家都不陌生 在浩瀚的海面上一艘艘帆船洋帆远航 可是兵帆比赛又是什么呢 最近兵帆世界锦标赛就在波兰西北部城市 石切清内克附近的维利梅湖冰面上 拉开了帷幕 让我们看看一艘艘帆船在冰上比赛 是什么样子吧 兵帆顾名次义 就是利用兵帆船在冰上航行的体育项目 兵帆船和帆船相似 都是利用风力在冰面上航行的 兵帆船最早被用于运输 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体育运动 在广阔的湖面上 选手们驾驶着兵帆船在冰面上滑行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选手看似潇洒 但是控制兵帆船却没有那么容易 和在水上进行的帆船运动相比 兵帆选手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观察水流来判断风力 这次比赛原本计划在爱沙尼亚举办 但由于原定的比赛场地 积雪太厚不得不另外选择 经过了三天的选址 这168名兵帆选手转移到了波兰进行比拼 这段时间强劲寒流袭击欧洲 虽然低温和强降雪天气对交通和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不过一些开朗乐观的欧洲人却从风雪天中找到了乐趣 这里是保加利亚 由于降雪 西部多个村庄停电 交通中断 学校停课 数千人受到影响 从当地民众拍摄的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雪的确下得很大 不过很多欧洲国家的人们 并没有选择乖乖地待在家里 瞧 这里是意大利 这位老兄开心地唱着歌 在冰冻的路面上滑起了冰 由于意大利首都罗马26号迎来了六年最大的一场降雪 可是乐坏了天性热情的意大利人 在音乐声中 男女老少在雪地里玩起了雪球 在雪地里撒野 也就这样了吧 人们在大雪天找到了乐趣 对于英国切斯特动物园的居民来说 大雪也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反而有些享受 虽然地上已经盖上了厚厚的雪 不过切斯特动物园的居民却不畏严寒 纷纷出巢 静静地待在雪地里 享受着营装素果的美景 当然也有些好动分子 比如这头黑熊 它不仅四处溜达 还时不时地爬个树 吃一口鸡血 和黑熊一样享受这场大雪的 还有这两只白字胸蓝的小狗 在厚厚的鸡血里来回奔跑 不愿回到主人的身边 企鹅给人的印象是萌萌的 憨憨的 可是你们知道吗 企鹅还是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小家伙 玩悠悠球没什么新奇的 不过对于企鹅来说 还真是个新鲜玩意儿 在日本一家公园 一名男子在企鹅馆里玩悠悠球 引来了一大群企鹅的围观 悠悠球转到哪儿 企鹅的脑袋就跟着转到哪儿 男子向他的观众们展示了一段高难度的悠悠球特技 可能是动作太快了 企鹅们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天空中嗨呀呀的一片是什么 原来是一大群两鸟 在英国一名摄影师拍下着罕见的一幕 他说当时一大群两鸟 用俯冲的形式从它的头顶飞过 最近的时候离它的头顶只有几厘米 据估计这群两鸟大约有七万只 在欧洲每年十月到二月期间 成群的两鸟都会飞到英国过冬